屋頂上飄移的國旗 四分之一的旗面有如 朝撕裂般已經分離 仔細看旗面的顏色 還有些許褪色 殘破不堪 破舊的國旗出現在 南投民間鄉的地方法院檢疫法庭 疑似因為常年風吹雨打等因素 導致國旗變得懶懶的 很誇張 應該要正常來說 每天升降旗應該會發現吧 民眾都直呼很離譜 每天升降旗怎麼不會發現 橫向法院已經成為廢時的感覺 南投地方法院 感謝民眾注意公共建設會把破舊的國旗換新 並加強日常勤務教育 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華視新聞領事長春風 周大小南投報導